好,林山到了 車還上得去嗎? 上不去了 請下車吧 你們先往山上走 你們先往山上走 我把車停好 馬上就來 這空氣真好 林娜小雲 山很高 你們爬得上去嗎? 你們爬得上去嗎? 沒問題 我們一步一步的 往上爬吧 你們可能不知道 林山是北京最高的地方 有位女科學家 發現 這兒的自然環境 跟西藏高原 差不多 好啊 今天 我們來參觀 林山的 藏趣園 就可以欣賞一下 欣賞一下 西藏的 高原景色了 藏趣園 是不是 國家公園 藏趣園 是不是 國家公園 不是 藏趣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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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位女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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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的 一個植物園 一個植物園 年年都有 年年都有 很多中小学生 来这儿 过夏令云 学生们 在这样的环境里 既能欣赏 自然景色 又能接受 保护环境的教育 这个好主意 是怎么想出来的 是怎么想出来的 那位女科学家 在西藏 工作了 18年 1996年 他退休了 想在北京 找一个地方 继续他的 科学研究 因为 灵山的 自然条件 很像 西藏高原 他就把 西藏的 一些植物 移植到 这儿来 他还盖了 一个 在西藏 住过的 那种小木屋 那种小木屋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小木屋 小木屋 就在前边 就在前边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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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 我怎么 看不见 看不见 我怎么 看不见 我怎么 看不见 哦 是不是 那棵大树 旁边的 屋子 是不是 那棵大树 旁边的 屋子 对 网上 有一篇文章 叫小木屋 你读过吗 那就是 写这位 女科学家的 那就是 写这位 女科学家的 那就是 写这位 女科学家的 没读过 没读过 我现在 我现在 还看不懂 还看不懂 中文网上的 中文网上的 长文章 长文章 女科学家的 男科学家的 是